好 好 專品下去之後 12月你叫獲利了結 不能貪心啊 對 大概 一層到一層五 他都算得出來 一層到一層五 那三個月而已 鬼話也是 不是什麼鬼話 人家是知名人士 不是啊基金 也不是線型圖可以畫出來的 是是 但我們 燕利是基金的專家 你是專家 但是因為我們是外行 那我們聽到這樣子的專家 告訴我們我們奉為神啊 就警察沒拿相拜他而已 那我們說這樣子是 他說但你真的不能貪心 12月一定要獲利了結 我已經太好了 而且他連哪一支金銀標的 都清楚的告訴我了 我馬上中午就到銀行去領錢 現金領出來 我以前年輕沒什麼錢 但是三十萬對我來講 已經很多了 很多 三十萬 牛皮紙袋拿著 摩托車騎著 他衝到了那個銀行 直接我就到那個客服那邊 放在他桌上 小姐 我要買XXX基金 他說 侯仙 你確定要買這支基金嗎 我說怎麼了 他說這支基金 因為之前啊 曾經已經漲過一波了 當時我在去詢問的時候 鏡子是27塊 已經是高了 已經在高檔 漲一波上來 27塊了 你確定要現在買嗎 我說 你有什麼疑慮嗎 他人很好 太提醒你了 對 對 硬要 因為我背後有更 更資深的背景在啊 對 他這個基層的 是不是基層的訓 所以我就反過來告訴他 現在九月份 明年一月的時候景氣不好 全球股市會大崩盤 現在到十二月這檔基金 下去買一筆單筆之後呢 大概獲利一成到一成五 所以依照現在的經濟數據來看的話 現在是配值得趕快進來 我完全扣你 他都會賣 每天腦子都賣掉 結果他笑了一跳 我要把他整個完整的搬出來 搬出來 而且我的架式是非常的穩健 結果我說 所以小姐 我們既然今天有緣分 你是推銷員的 我鼓勵 你是有獎金是不是 我沒有 他看我這麼樣的堅定 他說 好好好 那我就幫你買 他就幫我辦手續 我就拿著那個單子 我就回家 他好開心喔 準備獲利 準備就等著獲利而已了啦 結果後來過了兩個禮拜 我就進這二期不動 再過了大概第三個禮拜 是我進這二期 動囉 一直往下動 一直往下動 對 不要等到12月一成到一成五 到11月的時候 已經 跌快一半 跌那麼深喔 17 我二期買的 到17 11月 我心裡想說 見鬼了 什麼一成到一成五 我往下跌都不止兩成了 還一成到一成五 基金跌出來 快不容易 沒有問題耶 是被偷空是不是啊 很強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不曉得啊 那我忍不住啦 所以我馬上電話 我不能再等了 你再怎麼等到12月 也不可能掌回到27塊啦 對啊 我這電話拿起來 打給你的客服 我說不好意思小姐 我沒有講我的名字 我說不好意思小姐 我有基金我想要贖回 他說喔好的 先生那您是指哪一檔 我說喔我又買的是XXX基金 好糗喔 有這麼印象深刻的啊 超糗的 好糗喔 沒有你一個人買 就一個人買 所以我就 當場我就殺掉輸回 所以那一次的基金讓你慘賠 讓我慘賠 不過剛剛聽下來啊 大家都在不同的年齡層去投資 憲哥可不可以教大家 就是我們到底什麼樣的年齡 我應該要什麼樣的投資方式 是比較適合的 當然不同年齡 它有不同的風險的承受 對 那今天我們請到一個專家 我的好朋友彥莉 彥莉來教大家 不同年齡要投資什麼標的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20到40歲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 年紀月輕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要準備未來的退休金 甚至呢你還會遇到所謂的 對 那中年危機大家就是要說 上有高堂老母要養 然後這個下面還有這個小孩子要養 所以其實你是夾心族的狀況 那你要付出的這個體力跟心力 其實是更多的 所以我會建議20到40歲這個族群 其實在你這麼年輕的一個情況之下 可以承受的高報酬高風險的一個商品 我覺得可以多買一些 比如說像一些這個股票型的標的 或股票型的基金 因為我們可以用在年輕的時候呢 多買一些波動性 報酬率比較大的一個商品 這樣子我們累積財富的時間 跟這個報酬率可以進一步拉大 那40歲到60歲 隨著你的年紀是越來越長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風險波動比較大的商品 比重是要往下拉的 我會建議大家股票大概佔你一半就差不多了 不要再佔太多 因為佔太多萬一怎麼樣的話 你股票全賠光 抱歉 老婆也不能養了 小孩也不能養了 怎麼辦 老婆跟你離婚 真的不誇張喔 我08年金融海嘯下半年的 這一波的一個這樣子 海嘯發生之後 我一個朋友 他因為股票賠好多錢 老婆因此跟他離婚 真的 所以真的是玩股票 玩這個投資商品 不要弄到家破人亡很慘 那60歲以上其實 就是我們因為不能承受很大的一個風險 但很多人會到大概50幾歲的時候 才去思考說 我要做退休規劃 不會乎 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做 因為真的是政府的這個退休金不夠 所以這個階段我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我們股票的比重更要降低 你要去投資一些比較固定收益型的商品 像特別是最近的這個全流景氣不好 再現行的基金 好一些貨幣型的基金 我覺得這可以這個比重稍微拉大一些 你講的這個非常好 其實有一個叫做 對 就用80塊 減掉之後的那個餘兒 就是你可以做投機的那個部分 你的資產的比例 投機的比例 那個資產的一個配置 比如像你現在50歲的人 那80減到50 就剩下30 30 那30的部分你可以去做股票 那其他的那百分之 70都應該做 所以投資還是要投資有道 不過陳先生是不是有一些投資失敗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 讓大家引以為敬 我有個學生 那麼他爸爸去世的時候 留下一間房子給他 我那個學生現在大概30幾歲 算是年輕族群 那他希望能夠透過投資 然後來幫他累積第一桶金 或者是幫他準備未來的退休金 他在去年年初時 看到宏達店 當時一補大概差不多600塊 去年一月份 看著一路漲到800塊 他開始在想說 我不買宏達店好像怪怪的 再衝他就1到1000了 對 外資平等報告說 宏達店上看2,100 他終於在1000塊的時候 還房貸耶 還有房屋貸款耶 那宏達店很失望 去年喔 去年大概差不多4月份 只漲到1300 他覺得太棒了 這種錢太好賺了 我動不動可以賺個30%對不對 所以上看20%覺得沒問題 當時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買宏達店 他說我如果不買宏達店 我對不起自己 好 結果這兩天他打電話問我問題 我問他說你宏達店賣出去沒 他說還沒 那我說那你現在買宏達店 以後感覺怎麼樣 他說不是對不起自己 他老爸的錢 全部房貸壓在那邊 然後股價一股剩200多塊 對 我就跟他講說你現在看你 還銀行的本金利息 再加上你股票的虧本部分 對 你這個損失率已經到達 大概差不多 200%以上 對 那你將來還要賺多久存多久 你才有這些錢進來 沒錯 所以呢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你做退休規劃 不管是用80法則 還是說我們看年齡不同的層次 來做這種資產配置 其實啊 在累積退休金時 我這裡有一個經驗 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們不管去做投機也好 保守也好 對 務必要執行一個動作 就是說一定要去 好好的管理我們的資產 你必要是那個 那一刀就是要砍下去啦 沒錯 對 真的 我覺得就從頭再來啊 停損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對不對 可是啊 砍不下去 砍不下去跟你講 停損真的是一個非常難的一門技術 很簡單轉換一個想法 就是說 大家都跌 我用大家都跌兩成三成 我便宜換便宜 對 你用這個轉換的概念 所以便宜換便宜 但是我換到更好的股票或公司 你要回來的速度 可能我這一檔要五年才回來 可能我這一檔可能兩年就回來 你用這樣子轉移的想法去 琢磨在上面 你不會覺得很痛 你這個觀念已經是大師級了 對 哇 我們曾經看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 一百塊同樣兩支股票嘛 那一百塊跟兩百塊 那一百塊的跌到六十塊 那兩百塊的跌到一百塊 他就把六十塊的賣掉去買那個一百塊 而且那個一百塊基本面沒有問題 因為他跌得比較深嘛 跌五成的嘛 那這樣的話他緩彈的力道會比較快 就是說你要把本拿回來的那個機會 會比較大 但是原則上那支股票 沒有錯 基本面就是指一個公司的業績 經營狀況等基本財務資訊 也是大家在投資前 一定要先了解的事情喔 透過分析基本面 就可以知道這家公司 穩不穩定 值不值得投資喔 所以股票有這麼多的迷思 那我們要準備退休金 也有很多很多的迷思喔 對啊 你看 剛剛憲哥就有講嘛 你說三個裡面 只有一個有準備 兩個是不準備的 那兩個在幹嘛 為什麼不準備 對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準備啊 像現在有一些人 他可能一個月 只有領兩萬八 只有領三萬 千個家都不夠了 老婆打冬 而且有一些人坦白講 我們台灣人 比較沒有那種風險意識 台灣最反正 十九十九十九 對… 不必只煮一口湯 不然我吃肉 讓我們兒子吃也可以啊 蛤 現在還有人想靠小孩藥啊 有 這是第一個迷思 養兒防老 那個是你們那一代的想法吧 你馬上化現 我們… 我們來請跟妳來講一下 有沒有一般人都有這種迷思中 我就告訴我 靠我兒子就好了 有 超多的 所以其實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 我們… 那… 他說我跟妳講 我現在自從我當了阿嬤之後 我才知道 孩子他永遠都在貪圖 你所有的一切 現在他沒事就… 我就知道我兒子 又叫他來跟我要錢啊 他說 超母 我跟妳講 你一定喔 你的錢要守住 你不要讓你的孩子知道太多 好…